网络节目目要四超完日前播出一日台积电 让台智元与台大的学霸儿子 男的合体前进了台积电公司 而节目中台智元先来到台积电的生态园区 他表示生态园区是让员工在这里可以惬意的散步 但是台智元在园区待了近十分钟之久 却没有任何一位员工经过 让他当场质疑管理员 平常台积电的员工真的有机会经过这里吗 还是说忙到根本没办法出来 对此管理员回应 这就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可以让员工吃饱饭走出来清静户外 节目播出后 有许多台积电员工以及网友分会留言 怎么看了边户边校呢 请同仁继续安全工作 先感谢阿公来我们长期宴 我们日常的小小小部分 小弟先回去准备值班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